六年多終於在昨天突然遞出了 這個申請要加入CPTPP 當然大家都知道 是因為我們對岸中國已經申請了 所以我們趕快補件 也要來加入申請 講了六年多終於動起來了 可是這個時事已經完全不太一樣了 我們看到九月十三號 這個對岸的外長王毅 去訪問新加坡的時候 新加坡的外長跟他手肘碰手的時候說 我們歡迎你加入CPTPP 這個影響是什麼 大家可能不知道明年CPTPP的 這個輪子的主席就是新加坡 所以明年要加入的話 可能是非常困難 今年主席是誰 日本 日本跟台灣這麼好 為什麼我們今年不努力 非得中國大陸突然動起來了 我們再趕快快馬加鞭 十六號對岸加入 申請加入 那二十二號我們現在也申請加入 大家想說怎麼慢那麼多拍 這麼好的組織不趕快加入 我們的這個媽祖 台南媽祖 陳廷飛告訴大家 他跟大家開示說不不不 加入總共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要跟其他的會員國 個別諮商問大家都沒意見 第二步才是正式的遞見 換句話說大家表面上是看到第一棟 可是我們已經做到第二棟 總共有四棟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已經完成了百分之五十 在這個地方我們已經完成百分之五十了 所以絕對不是大家講的說 我們怎麼都沒有動起來 那同時間有了一個消息 是美國已經要把這個日本十四縣市 這個所謂的核災食品 這個禁令要把它解除掉 那大家也就想說 如果我們要申請加入CPTPP 是不是等於說我們接下來 吃了這個萊豬之後 接下來就要吃核食 那今天行政院的官員 也通通都被問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最讓人沒有辦法接受的 就是這些官員的說法 包括政務委員鄧正中 他怎麼說呢 他要來解釋說這些核食 倒是其實也沒有那麼糟糕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你聽起來會覺得 他真的是很像日本的官員 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我也藉這個機會 我想最後跟大家報告一下 福島的食品 並不是就是核污染的食品 所以並不是就是核食 沒有國家會讓核食 在他自己的國家出售 也沒有任何國家會讓核食進口 所以我們先也不需要去 因為現在的科技非常的發達 到底什麼事情 什麼東西被核子污染過 輻射污染過 這是非常容易查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 我倒不認為這兩個就是輔導食品 就是等於核食 核食是一個... 經過查證以後 它是一個污染的東西 可憐啦 我們的官員講得結結巴巴 不知所云 還有另外一位就是陳吉仲 陳吉仲講得就更好玩了 他說大家都講說 美國要解除禁令 你們誤會了 不是 美國是更進步 他之前其實早就沒有解除了 全世界只有台灣跟日本 還有所謂的禁令 美國是更進步的 再進一步的來解除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外界可能對美國昨天開放日本食品 那有一些可能錯誤的解讀 美國跟歐盟早就針對 日本相關的食品採取開放 在過去從2018、19、2021 美國有陸續針對它之前 所謂設定的高風險品項 分別解除這樣的一個開放 它不像台灣跟中國 美國只針對湖島等附近五個縣市 針對九大食品採區域的禁止開放 所以昨天美國開放的是什麼 是針對日本本身國內十四個縣 裡面在國內禁止流通的品項 它全部的讓它可以出口到美國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 更大弧度的這一個進步 從他們的說法可以聽出來 根本不用談判 台灣應該就馬上要開放了 我看你怎麼看 我先跟大家講 CBTPP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其實從去到現在 我談過很多次 萊豬那時候你們注意到 當時的駐日大使謝長廷 他回台灣 他在跟大家講 我們在談萊豬他在講核時 而且他還跑回來台灣 那時候還必須要經過一些檢疫 他都跑回來為什麼 因為今年的CBTPP的主席國 就是日本 所以鎖定在日本 他當時就講說有關核時什麼 他沒有講說一定要開放 但是這問題擱置了 那後來台灣也出現疫情 所以這樣一年幾乎時間就已經過去 因為去年宣布萊豬可以進口 是8月28 今天都已經9月底了 好 那今年是日本 明年是新加坡 中國大陸一直都沒有表態 本來以為他沒有 美國退出 因為本來叫TPP 現在變CBTPP 11個會員國要通通同意 現在我們把焦點放在說 中國大陸跟澳洲 澳大利亞關係不好 他不會同意了 所以只要卡住 他就不會讓他進了 你再看到中國大陸 他可能進不了那個難關 我們難關更大 因為我們比他還要晚 9月16號 中國大陸遞建 我們是昨天9月22號才遞建 那我們為什麼要晚這麼多的時間 其實我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事情 現在還沒有把整個 這個薄紗給掀開來 我們早就想要加入了 為什麼我們遞建 晚了中國大陸一個禮拜 或許我們遞建沒有被接受 我今天在這邊跟大家講 沒有中國大陸先遞建 可能我們根本不能遞建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既然現在的輪值國是日本 明年是新加坡 可是日本也是重要的 CPTPP裡面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精神領袖 你不接受日本的核實 基本上我覺得沒有機會 加入TPP CPTP你要走這條路 就一定要去接受日本的核實 和我打岔請教 因為剛剛有個最新的消息 是中國大陸 他們正式的已經回應了 說反對台灣加入 這個世界上的組織裡面 他也都還沒有加入 也剛申請而已 他這樣的發言 會對我們有影響嗎 但就是最大的影響 就在於說 我們一來比人家晚 二來我們現在目前的 國際影響力 沒有辦法高於大陸 三來 現在有關於日本核實 你看到美國慢慢在接受 我們台灣現在是不接受的 觀眾朋友 如果大陸在爭取 加入CPTPP的同時 一方面打壓台灣 一方面又同意 大陸也可以開放日本的核實的時候 我們該如何自處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峻的話題 我覺得 中國大陸比我們領先這件事情 最近不是只有我在講 很多的這些外交的專才 跟這些國際貿易的 這些專家們 他講說 當中國大陸遞建之後 就代表台灣要加入CPTPP的 那個機會大幅的下降了 兩岸如果和諧 就像我們直接可以用 WHA的觀察員身分去 大陸也不阻擋的時候 那OK 可是現在兩岸兵兵戰危 中國大陸放話不讓我們去 他在協調的 十一個國家過程當中 同意讓中國大陸進的時候 我們加入的機會就降低了 台灣在面這個國際問題的時候 我們常常是一廂情願 甚至莊可愛 來看一下 立陶宛又送給我們AZ 當然人家送我們AZ 我們要欣然接受 只是最尷尬的是 立陶宛的衛生部長 在他們的國家的電視台裡面 公開的 在電視新聞裡面公開講說 AZ在我們立陶宛 是不太受歡迎的 那我們就把它捐出去 多難看 坐實了真的是 疫苗乞丐這個稱呼 但是我們這一邊就做成大內宣說 要感謝要買他們的這個泡芙 要買三色豆 三色豆不是立陶宛做的 只是因為三個顏色 跟他們國旗是一樣的 或者是乾脆學這個蕭美琴 吃台灣的牛排 放這個三色豆 真正講到疫苗事情 高金素媒今天整理了三張表 一看一目了然 看一下我們的政府 從去年十月花了十一個月 政府花了十一個月要買疫苗 總共到現在只有買到910萬 但是民間呢 民間從七月開始到九月十六號 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不到的時間 他們已經訂單是1500萬劑 送來了184萬劑 周周都會到 所以官司政府買到的910萬 民間加國際送的是820萬 他做這張表 只是要提醒我們的官員說 你們政府真的是很不夠力 但是行政院長蘇貞昌 因為他做這表是要給蘇貞昌看 蘇貞昌說你都不知道 我們的蔡總統 他說我做蔡總統 他說他一輩子從來沒有嘎三點半 我聽說很多年輕人 不知道嘎三點半是什麼 就是沒有錢 這個做老闆的最頭大的 就是嘎三點半 要趕銀罕 要去兌現 但是他說蔡英文為了疫苗 去嘎三點半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我們買那麼多疫苗 有很多還沒有進來 這是事實 我們也痛苦不堪 之所以 那有沒有蔡總統趕快多吹 韓國的副部長吹了都800多萬 我們才100多萬 所以總統是有能力的 我講這一個在這裡講 總統說他從來也沒有欠錢 去吹什麼三點半 就違對疫苗 他真的很用力 那你說韓國有派團去吹 其實就比例來說 我們的環核比較高 不過最終的結果是 我們的疫情控制 真的是全世界最好 什麼奇蹟等等 不是我自己說 是外國媒體 專業媒體報導 最重要是疫情把它穩住 所以你看 這個以色列打那麼多 結果大家一天 一天7000人 他才900萬人口 高清素美的用心 完完全全被蘇貞昌糟蹋 他做這張票其實是善意的提醒他 你們要努力 但是蘇貞昌滿滿都是藉口 你講到說剛剛三點半 其實蔡英文在選當民進黨黨主席 自己講過 他說他天天都在跑三點半 所以不是蘇貞昌講的 說從來沒有三點半 憑哥怎麼看 所以我真的懷疑 因為當初蔡英文總統 當時在講說他當 過去當民進黨主席這一段的時候 我還想說真的有可能 因為他是富家女 他不需要去催款 然後那時候民進黨困難 所以他去高三點半 聽起來有道理 可是現在蘇貞昌這樣一講之後 我懷疑當年你就是唬爛 你說這個2016年講的就是唬爛的 我覺得他就是唬爛的 一個人是唬爛 一定有一個人唬爛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 就是你們慣用的招數而已 遇到事情就是這樣拿出來用 我當然必須說 任何國家願意捐給台灣疫苗 我們都非常感謝 可是我一直要問的就是 台灣為什麼要人家捐疫苗 這真的是很奇怪 就是好像我們買不起 我們很窮一樣 這世界上大部分接受 別國捐贈疫苗的國家 絕大多數都是因為 他們真的太窮買不起 他們的國際環境也不允許他買 所以只好讓人家捐贈 可是台灣根本不是這樣的國家 我們曾幾何時 連立陶宛 這種人均收入比台灣低很多了 大概只有我們一半的國家 我們要靠人家捐贈 我們台灣人不會覺得更小嗎 更好笑的就是 昨天在那邊大宣傳的時候 馬上就被人家找出來說 人家直接告訴你 那是我們不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如捐出去算 這聽起來真的是 因為日本的疫苗也是這樣 其實都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台灣 怎麼會淪落到這種地步 然後我們的執政黨的這些 官員這些立法委員不思檢討 一個一個在搞這些什麼 感謝人家感謝什麼東西 我第一個說真的 立陶宛在台灣能賣的東西 根本沒幾個 你想買爆它都很難 我講實在話 我還不知道有什麼東西是立陶宛賣 那再來如果你要用三色的豆 這種東西就可以去感謝立陶宛的話 那我就覺得奇怪 那日本送我們這麼多疫苗 你怎麼不吃個太陽餅 感謝他一下 太陽 台中的那個太陽餅 那如果美國人家 也送我們很多疫苗 你要把人家那個國鳥 那個白頭鷹拿來煮個吃嗎 我不知道你到底答案怎樣 不要搞這種無聊的東西 真正對台灣有用了 你們的職責是不讓台灣 落為國際乞丐 而不是搞這些五四三 我覺得你們連自己真正的職責 都沒有搞清楚 高精委員提出來這個東西 其實只是赤裸裸的 告訴民間的事情 我們的政府自稱自己超前部署 自稱自己做好準備 結果什麼也沒準備 人家郭董 民間 台積電 慈濟 隨便弄一弄都並多 然後我們的蘇貞昌院長 真的臉皮夠厚 還有臉講說 我們到貨率比韓國高 韓國定四千萬 我們才505萬 你跟他差那麼多 你還要講莫德納 那你要跟他比什麼 所以他故意不講分母 是 人家兩個禮拜之內吹來的貨 比我們全部訂的貨還多 那你要講什麼 然後講不要告訴我說 蔡英文總統 每天晚上都在吹 你騙鬼 有的話拿出來看看 到底跟誰聯絡 為什麼 我跟你講以蔡英文總統 這麼喜歡自吹自蕙 這麼喜歡宣傳 你們民進黨 這麼喜歡大內宣的政黨 那我想請教一下 假設蔡英文總統真的有吹 那為什麼不列出來 到底跟誰吹的 你們跟誰交涉 跟莫德納達人接頭的 哪一個疫苗是你吹來的 如果都不是的話 我現在唯一看出來一個 就是立陶宛 立陶宛我相信一定被吹 因為他第一次送我們的時候 立陶宛駐台的代表處職業 就講是台灣對我們要求的 所以這次也是我們去要求的嗎 我們不只是乞丐 是國際二丐 到處去跟他勒索疫苗 所以台灣有必要做成這樣子嗎 你不要到時候 不只是國際企駕 還變成國際疫苗流氓 這才是台灣最丟人的事情 台灣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危機 就我們釋迦出了狀況 那陳其中告訴大家 趕快去抽這個農油券 買釋迦 讓台灣的釋迦趕快下架 可是你知道嗎 農油券的限制非常非常多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